美国新泽西在四月中的罕见强烈暴风雨中受灾相当的严重 当地慈激志工在交通恢复之后是立刻采买物资送到收容所 也在大水退却后协助受灾最严重的灾区居民整理家园 而其中这一天呢志工们是来到当地的教堂协助请礼 教堂牧师拿出水灾时的照片描述当时水淹到膝盖的情况 美国新泽西在四月中的罕见强烈风雨中受灾严重 志工持续关心 再后将近一个月还是继续在当地协助居民清理家园 也有许多当地人加入清扫行列 一件件大型家具从教堂地下室里被运出来 萌萌的梅味还有满屋子垃圾 志工们不退却 一心一意要把这清扫干净 一个佛教团体特地来帮忙打扫教堂 不只是因为不分宗教的观念 也是希望协助灾民清理重要聚会地点 赶紧找回正常的生活步调 再次王万康美国新泽西报道